2012年 一档从国外引进的综艺 《中国好声音》捧红了无数人 这其中也包括一个 来自黑龙江的普通姑娘 吴莫愁 夺得当年亚军的她 在巅峰时期 代言费曾高达1.3亿 照片还出现在 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 但不知从何时起 她好似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回首 她已经沦落到在 十八县小县城上演 从曾经炙手可热的 月潭红人到销声匿迹 吴莫愁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里是呱唧娱乐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从好声音走出来的亚军 吴莫愁 1992年 吴莫愁出生于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一户普通人家 她的父亲是当地 一位小有名气的 以反串表演出身的音乐人 从小 吴莫愁就喜欢 跟在父亲身后 学习他夸张的表演方式 2001年 年仅9岁的吴莫愁 在父亲的陪伴下 来到歌唱比赛现场 尽管有许多优秀的竞争对手 但她还是凭借着 超强的音乐才华和歌唱功底 成功赢得了比赛 眼看着女儿在唱歌这方面 有如此高的天分 吴莫愁的父母当机立断 将她送进了专门的音乐学院 学习深造 在这里 吴莫愁渐渐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演唱风格 她时而张扬 时而内敛 她喜欢在唱儿歌的时候 用流行歌曲的唱法演绎 唱出一种既天真又成熟的味道 有了独属于自己的风格以后 吴莫愁在老师的鼓励下 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提起吴莫愁 就连校长程刚都对她竖起大拇指 称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 参加高考时 吴莫愁毫不犹疑地报考了沈阳音乐学院 可正当她满心期待地参加考试时 一个噩耗将临到她的身上 那个理解她支持她的父亲 因病去世了 强忍着伤心的吴莫愁 化悲愤为力量 凭借优异的成绩 顺利地拿到了通知书 2012年 还在上大一的吴莫愁 在老师的力鉴下 登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当年 中国好声音的火爆 来得猝不及防 几乎所有热衷于音乐表演的年轻人 都在追这档综艺节目 或许是成了节目组的东风 吴莫愁的热度也一路扶摇直上 凭借着初舞台上的一首英文歌 Press Tag 不仅让现场所有观众 见识到了吴莫愁的舞台魅力 也深深吸引了导师于成庆的注意 甚至还有人说 吴莫愁是中国版的Lady Gaga 此后的吴莫愁 发挥更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甚至连刚开始无法接受 他怪异唱枪的娜英 后来都被他的舞台感染力所带动 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 吴莫愁一路杀到了总决赛 原以为他能继续进军 拿下最后的冠军宝座 可没想到在最后一场总决赛 他遇见了已知实力旗鼓相当的凉薄 或许是状态不好又或是歌没选对 最终吴莫愁败给了梁博深情演唱的 我爱你中国 按理来说 每一届好声音的冠军才是最万众瞩目的那个 但不知是否是吴莫愁太过于走运 那一届的冠军梁博在证明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后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国留学 少了冠军梁博风光地掩盖 亚军吴莫愁一下就成了全民关注的对象 各种资源向他袭来 大牌广告代言街道手软 考虑到吴莫愁作为歌手 不能没有自己的出道作品 于成庆就亲自参演吴莫愁的新曲 我要给你 作为歌手新兴 他的第一支单曲《爱爱爱爱》 发行后就成了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主题曲 不仅如此 他还被星空传媒的总裁填鸣看重 专门为他成立了好声音哈林工作室 2013年 吴莫愁最顶峰的时候还一度火到了国外 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 跟JCG同台演唱 造型由Lady Gaga的造型师全权负责 这让不少品牌方和投资方闻讯赶来 都想要借着吴莫愁的名气和热度捞一笔金 与此同时 他的身价一涨再涨 最高的时候甚至到了九位数 那一年的吴莫愁不过才21岁 正是大好的青春年华 眼看着事业名气双丰收 他却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于恩师的绯闻之中 对比《中国好声音》里的其他几对师徒 于成庆对吴莫愁实在是好的离谱 两人早在拍摄《我要给你》这首歌的FV时 就被传出过师徒恋 甚至有人爆料 于成庆对吴莫愁言语暧昧 两人还会勾肩搭背 两人的年龄整整差了30岁 但在相处间全然没有师徒该有的尊重 眼看着传闻愈演愈烈 于成庆选择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 他表示 我只是觉得莫愁是个可诉之才 对他比较看重 并没有其他想法 这段澄清看似说的合情合理 毕竟两人之间的绯闻 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 但对于外界的猜测 吴莫愁的回应却是模棱两可 每每面对媒体有关这方面的提问 他都选择不回应 亦或是直接跳过 他甚至无视恩师的再三解释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图文说 我们携手走遍天涯海角 这条动态也再次将他和于成庆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如此反常的回应 无疑又加深了外界的猜疑 两人的这段绯闻闹得沸沸扬扬 直到2016年 于成庆和女主播张嘉欣结婚后 才落下了帷幕 原以为于恩师的绯闻不了了之以后 吴莫愁会沉淀自我 将重心转移到事业上 创作出好的音乐回馈粉丝 但出名后的他又陷入了耍大牌 排挤后背等种种风波之中 在网友爆出的一张后台照里 吴莫愁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 身边围绕了四五位工作人员 仅仅是为了帮他穿上鞋子 虽然他后来做出了解释 可大多数观众 一联想到他出道多年的种种奇葩操作 几乎是集体选择了不买账 他还因为采访迟到 回答问题模式化 被媒体吐槽 失去了曾经的坦率和真诚 持续的浓装衣服风格 冲击大家的眼球的同时 也遭到了反噬 他得到了亚洲最丑女艺人的称号 被专门报道吓哭小朋友的新闻 2017年 事业走下坡路的吴莫愁 连发两条动态 内涵某女歌手抢资源 并表示对方的90度大鞠躬 让很多人都觉得假 细心的网友通过蛛丝马迹分析出 他所内涵的女歌手 正是和他一样 从好声音走出来的冠军 张碧晨 但正如吴莫愁所说 两个人各唱各的 怎么会产生矛盾呢 原来是 本应出现在综艺 明日之子 著唱嘉宾席位上的吴莫愁 在节目开播后并未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后辈张碧晨 被中途截胡的吴莫愁 自然无法忍下这口气 但雨出到短短几年 就发行了近三十多首歌曲的后辈张碧晨相比 吴莫愁发行的那点歌还真连个灵头都算不上 从2012年出道到2020年 他一直都吃着昔日的红利 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出圈作品 他身上最明显的印记只有好声音了 这种标签化的记忆 对于任何一个艺人而言 都是极为致命的 而针对这种情况 吴莫愁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在没有任何作品的情况下 被如此过度曝光 消耗的只会是他自身 对发展毫无益处 眼看着他毫无利益可图 资本家们纷纷掉头 也无可厚非 2019年 在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下 再也无法承受压力的吴莫愁 借机离开了娱乐圈 一离开就是三年 在演艺圈查无此人的那些日子里 外界以为吴莫愁被封杀了 已过气了 但他其实只是待在家里休养生息 寻找着内心渴望已久的沉静 吴莫愁开始参照皇帝内经的模式生活 每天九点睡五点起 欣赏着每天的日出 偶尔学习一下英语 休息够了 吴莫愁又找回了对于音乐久违的热情 可再想回到往日的巅峰 是不可能了 此后淡出娱乐圈的吴莫愁 还被拍到跑商演的画面 曾经的娱乐圈宠儿沦落到这个地步 实在是令人唏嘘 今年 中国好声音制作组打起了怀旧牌 邀请到昔日在好声音成名的歌手 张碧晨跟吴莫愁也位列其中 两人的碰面并没有让观众意外 彼此客套地打了招呼后 便再无互动 但之后的画面 却让人感到一阵尴尬 张碧晨与自己的恩师那英互动频繁 画面相当温馨 吉克俊逸豪爽大气的性格 也将现场气氛炒得相当火热 反观坐在李克勤身边的吴莫愁 没了恩师于成庆的保驾护航 显得冷冷清清 当时的吴莫愁或许也曾在心里 暗暗后悔 当年不仅得罪了恩师 还得罪了一个 如今让他难以望其向背的张碧晨吧 经历了几年的大风大浪 吴莫愁也许是看开了 他剪了头利落的短发 擦去了红唇 回归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但可惜 无论他做出多大的改变 莫愁时代都早已成为过去 老天给了吴莫愁备受宠爱的体制 却没有教会他如何保持的诀窍 在事业的巅峰期 吴莫愁却没有好好把握住 这也注定他的结局不会走多远 如今29岁的吴莫愁 能否抓住机会重新翻红 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